现在是一个相对的淡季 尤其像中国 他们放完黄金周的假期之后 到明年春节前 现在这一段 他们算是旅游淡季 而淡季的后康 让机票价格叫人吓一跳 没有错 浙江宁波 非韩国冀州岛的机票 人民币9块钱 而中国境内 现在比较流行的 在冬季的观光旅游方式 是冰雪经济 演唱会 办一办 也可以推动地方观光收入 香港澳门 开始大办各种赛事来吸引人 香港在刚刚结束的周日 举办了第一届 港珠澳大桥 扮成马拉松 澳门推出格兰批制大赛车 进入东春航季 大陆的机票价格 大幅下降 有多便宜 浙江宁波 飞往韩国冀州岛 机票价格 人民币9元 被形容是白菜价 加了税费人民币475元 结算下来 一趟单程 没有行李托运 到韩国是人民币484元 约合台币2100多元 现在这个航班的客座率的话 是还蛮受欢迎的 客座率比较高 可能到到达80%以上 境外旅游价格实惠 在大陆境内旅游也正处于淡季 除非是寒冰雪旅游相关的目的地 北的当然是指的是哈尔滨 包括长白山 野挤 其实都可以去开雪玩雪 但是我才比预定的比较火爆 11月后几波冷空气 让大陆北方大型雪场 纷纷开业迎客 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座雪场 门票预定量比2019年 疫情前高出三倍 河北张家口的雪场近一周游客打2万人 创5年来新高 根据开板这几天的市场火爆的情况 我们又调整了一下 应该会突破60万人次 由于今年是大陆没了严格防疫后的 第一个冰雪旅游季 有业界人士乐观预估 大陆境内大小雪场加起来 能吸引游客3亿人次 特别是在举办过冬季奥运后 整个滑雪运动风潮不再局限大陆北方 我一直很向往这个黑龙江的冰雪世界 这一次我终于来了 这种北国风光终于感受到了 第一次看到被冰封住的江水 虽然寒冷但是大家都很热情 在新疆有滑雪场周边民宿 为了扩大吸引南方游客 还从广东空运食材 制作符合南方游客口味的餐店 不想大老远跑到大陆北方的雪场 苏州近一个月才新开一家 号称大陆华东地区最大的室内滑雪场 累计吸引1.2万名游客 而浙江一家室内滑雪场为了抢客 则推出夜间营业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 预计2024年到2025年 大陆冰雪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亿人 带来约人民币720亿收入 是观光复苏的一项重点 除此之外 大陆今年大大小小演唱会音乐节 持续在替各地旅游加分 今年的5月20号首场开演以来 已经有13场的优质各场演出项目落地 都是开票几秒庆的状态 我们2024年的排期 也已经排到了8月中旬 港新江雪友上个周六周日 才选在宁波奥体中心开唱 光大歌迷不仅让演唱会门票卖光 当地住宿景点更因此社会 不仅仅是在门票收入这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也为林波带来了一大批的市外的游客 每天的游客达到10万多人 办活动刺激观光 香港周日举办首届港珠澳大桥 香港段半城马拉松 有8000人参加 其中还包括68岁的港新周润发 能在港珠澳大桥上跑马拉松 机会难得 21公里的赛程部分路段是斜坡 挑战不小 香港办马拉松 澳门19号则迎来格兰批制大赛车 最后一天赛车厂看台区坐午习席 看台区票价450到1000澳门元 澳门体育局公布最终结算下来 有14.5万人买票入场 赛事收益达1.2亿澳门元 有了这些赛事活动 让观光维持一定热度 度过旅游淡季时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些赛事收益达1.2亿澳门元